下面呢我们再介绍一下它的API API API呢我们简单 简单看一下 它有一个我觉得文档做的还可以 文档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就是这个地方 有API document 这种在线的文档就 一览的解决方案 就直接看这就搞定 有可以比如说我主要做了一下认证 做了些lab和节点 还有配置 好像就我就不关心了 其他的我就不是很感兴趣了 ok 其他的我就 不感兴趣 下次我来 我再研究一下这个 还能够链路条件 一个链路应用 你看这这明显是可以做一些测试的东西 是吧 链路条件 我有时间在研究 我这呢代码都 列这了 就是这是登录信息 登录信息 用户密码 然后呢 CML的这一个 URL 然后呢这个都是json嘛 所以说这个header 好登录这个玩意 我把我想 骂的话都写这了 老缺德 老缺德 老缺德了 真的吗 老缺德了 我说四个真是确的 这个这个认证这个地方啊 首先呢 他说你的玻璃里面要这输用户密码 其实这个都没什么啊 就是那就输就输呗 在这个 用户密码 然后呢 让我在我玻璃里面去发 这这这没什么 这个这个我觉得 这很正常啊 然后呢 链接也很清楚 链接 就是这个链接 OK 这个链接 基础的 base的这个 这个是这个链接 OK API V0 然后呢 这个链接 这个都好说 然后紧接着最缺眼的就是 我给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不不我不打印类型 我就打印他的文本 你看一下啊 他给你返回了个支付串 这个支付串 你看哦 这个支付串 没问题 这个支付串 不就拎牌吗 这个支付串 不就拎牌 没问题吗 第一个全眼的问题 就说呢 他说其实说的很清楚了啊 就说 他说这个你你你后面要用 那么你就需要 比如说你有拎牌吗 那么下次再发起 其他请求的时候 那么你应该嵌入到你的头部里面 那么应该增加一个头部 这个头部 然后呢 他的值呢 他的值呢 就以这个开头 然后后面的欠上 我给你的令牌 比如说呢 你得到令牌呢 一定要在这个后面 OK 就说 这是一个头部吧 OK 这是他的键 这是他的值 一定要这个开头控格 他返回的结果 缺大的地方在什么呢 他返回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字符串里面 这个双引号 是字符串里面的内容 我我我怎么给你解释 我我开始 我都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就在这门啊 就这个双引号是字符串里面的内容 他的他的字符串是这个 里面 有双引号 字符串里面有双引号 好吧 字符串里面有双引号 我都不知道 我描述的 你能不能理解 哈哈哈 所以说 但是呢 这个双引号不是这个令牌的 你需要把 开头一个 最后一个双引号 给他拨掉 吵 你气死我了 吵 然后呢 再把这个拼在前面 然后呢 这才是这个头部 啊 未来呢 你用这个头部 发起请求 然后别人才认 给你解释吧 确定了 这个 这个 首先这个 首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时刻一定要把这个令牌单独拿出来 不能放到cookie里面 还有一个呢 为什么会这么缺心 这个字符串里面会有引号 而且银行也没有用 而且为什么还要做一个这么缺心眼的拼接 拼个屁呀 拼 还有拼 我这 服啊 这是我的一个大写的服 我操 我服透了 今天 啊 然后呢 紧接着好 这是跟lab相关的几个函数 啊 我这呢 都写了 每个函数是干嘛用的 那么 我觉得比较有用的吧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 getlab map 啊 这个可能现在没有买啊 可能没有 没有啊 现在没有啊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这样 我给你来一个map 我给你来一个map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import map import map啊 import map 你只需要去把一个压谋文件 压谋文件压谋文件压谋文件 你要你给我读出来 压谋文件读出来 读出来的 你给他 你给我作为参数 往里边传 就ok 好 那相当于你看啊 这就搞练 你看他只给你一个id 他只给了你一个id 看到了吗 他只给了你一个id 哎 你看ok吧 有问题吧 那也就说呢 我们又倒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他来看一下 那么你有些什么样的lab 啊 就说你看我有这么一个lab 名字叫他 id叫这个 其实所有的操作都是基于id做的 不是基于这个title的 好吧 那么 所以说呢 我这当然为了人不太喜欢用这种id 人不适合用这种id 也记不住 对吧 所以说呢 我就给你做了一个印射 就是如果说有很多个的话啊 如果有很多个的话 那就是这个这title 然后这就是他的id 好 这个也没问题了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开 开startlab 然后呢 你只需要给那个id就可以了 很相当于就id吧 这就传id进去吧 就开了 你看一下是不是开了 好啊 好 开极了 ok 好 开完之后呢 你可以用这个stop 你要抹熟的话 你要停 然后给它抹了 然后再给它删掉 好吧 我们这一点一点啊 我们先 先停 停 这已经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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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 你再给它抹除 然后呢 你再给它删除 没有了 ok 有时候呢 未来 那我要给它打环境 测试环境 那我直接把yaml文件拿过来 啪一打 然后一开机 然后呢紧接着你就可以拿其他 其他测试软 那些NSO就往里面刷配置 刷完配置就在做测试 测试完了之后直接把它干掉 一套自动化流程就搞定 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都没有我们人啥事 没有命令行啥事 不需要等我任何收备 都不需要 这是一个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再来一个 我们还是再开一个 还是再开它 开 这是跟节点 节点相关的 节点相关的东西 ok 比如说 这个当然大家要等等等一会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你就可以去 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 得到它这个 词验的ID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里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 Lab下面的这两个名字 R1R2的节点ID ok 节点ID 节点ID 我可能要 现在 现在没有开机 我先把它开起来 我先把它开一个 这个好了 我先开个机 先开个机 好了吧 已经开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得到 这个下面的两个节点的ID ID 你可以打印一下 我们直接打 我们提取的节点信息 ok 那你看这就这就这些节点 名字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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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画配置 这出手画配置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我给他的出手画配置 就是这些出手画配置 或许出手画配置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可以吧 就可以看当初给他出手画刷了什么 然后呢 比如说有人就在里面去敲敲敲敲敲敲敲 提取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再提取他的出手画配置 你提取出来 基本上你可以认为就是有点类似于这样存盘 ok 你这样的话再提取的话 那其实你会发现 那个配置就看得到了 你就能看得到 这个设备当前的配置了 你先提取 然后呢紧接着你就能看到他的当前配置 这个CSR以前没可能有点慢 我们看看他有没有起来 我觉得可能这东西要起来了之后才能够 你看现在应该还在启动过程中 要等他起来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提取配置 基本上是全自动的刷配置 然后呢 你如果说你要配 配完之后我可以自动提取配置 然后也可以找出来 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测试 ok 基本上就是还能够从哪个设备上提取 提取的提取配置 ok 然后我们可以打印 现在的配置是什么 提取配置都不用去 你不用SSF上去 什么 修乱 这没有必要 他直接就帮你提取了 这个反正要等会吧 这个应该要稍微等会 ok 这个一会我下一个录像我再给你录下一个录像呢我们要讲这个 CML 这个工具 ok 就是命连行工具 相对于就是 这个我就讲了图形化解面也讲了 然后呢一个命连行工具呢 我也讲了 然后呢这个APCI 这个这个Python脚本呢 咱们也讲了 便于我 我要对我 也要铺点点支持啊 便于我后面的这个CICD好玩 这这应该马上就结束了 等会啊 稍等稍等 这应该就就起来了 OK 你看这就应该就算起来了 我说了一个初始化配置便于后面 我能够好用 好两个都ok 那这个时候呢 现在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试试看啊 我们提取配置 然后打印出来 现在的提取出来的配置 感受一下效果 我们提取这个R2的 R2的 OK 你看这应该就是当前的配置 当前的配置 特别靠谱 当前的配置就帮你 就帮你读出来了 OK 没关系吧 好 那这就是他的这个APCI 我也简单说到这啊